杨硕自曝早已与妻子拟好离婚协议,名下所有财产都归妻子,自己没人设随时可离婚。 杨硕又造好男人人设了。 近日以党婆媳综艺开播,杨硕在节目中大秀恩爱,称自己在恋爱初期就和老婆王黎文拟定好了离婚协议,说自己把名下的财产都给了老婆。 杨硕表示自己是为了避免以后老婆王黎文觉得跟了自己很亏,就给老婆写了一个离婚协议,写着以后我杨硕本人名下所有财产都归妮王黎文所有。 杨硕表示,这种做法是对老婆的一个有效保护。 为了保护她到底,杨硕这份协议并没有写年月日,什么时候杨硕老婆想离婚,拿着这份协议就都有效。 节目中,杨硕表情认真,看上去就像一个深情的义,无反顾的男人,拟定离婚协议,也完全不考虑老婆出柜离婚而自己身无分文的状况,让不少人感动并且动人,俨然距离举外都好男人小包总。 此前,杨硕还曾被传出出轨事件,由网友放出其聊天记录时锤,她与一名女性互相深夜睡眠治疗,当时网友还爬出杨硕出轨的人是网红爱你,因为女方的微博不仅敢发跟杨硕的合影,而且她拍的夜景地点也与聊天记录相符。 虽然事后双方都否认了,先是杨硕发声明说自己没有出轨,后来当事人女孩也表示自己是被污蔑的,将对污蔑她和杨硕的人追究法律责任。 杨硕这次出轨事件,大多数人认为无风不起浪,杨硕既然被传出这种绯闻一定有鬼。 如今看杨硕在节目中说自己有多爱老婆,还说自己给了老婆离婚的权利,倒是侧面必摇了,她说这离婚协议大概就是在告诉怀疑她的网友们,如果自己出轨,她老婆老早就和她离婚了,而且还能分得全部的财产。 当然,除了被杨硕感动的人外,大部分网友对杨硕的离婚协议表示疑惑。 大家奇怪的点是,杨硕这样书面离婚协议究竟有没有法律效应? 为此,由网友特地咨询了自己认识的律师,还遭到对方的否认回应。 询问的原话是,杨硕给老婆签了一个离婚协议,说财产全部给她老婆,这个法律上有效吗?律师回复她,这属于限制离婚自由的约定,应属无效。 但是一般人都不懂法,都自以为有效。 除了这位网友外,还有不少网友帮忙,科普,如果是离婚协议,不在民政局备案是没用的。 如果是婚内财产分割协议,如果符合法律要件,没有违法强制性法律规定,是可以生效的,如果是忠诚协议,可能会被认定未有效。 不去民政局备案,什么用都没有,作用只有两个,一,骗她老婆,二,骗公众吵人设。 看来,杨硕像彻底证明自己的清白,还得出一个民政局公正图案。 不知道他会不会垂胸顿租的懊悔,真不该上综艺节目说这个,毕竟这届网友不好糊弄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